4月18日,何超连和窦霄在巴厘岛举办婚礼,惊童玉女天左之和,在热搜上挂了好几天。 附加千金和男明星的爱情故事,浪漫是真浪漫,真意也是真实存在的。 时光群众除了揣测窦霄是不是豪门坠续之外,还把杜王家族的恩怨、情仇都扒了一个遍。 还好在这场舆论的腥风血雨中,何超连和窦霄经受住了八皮,祝福声还是多过了唱出来的声音。 在婚礼上,何超连的誓词最后一句是,期待我们的足球队到来,我会努力成为你心目中的理想妻子,一起照顾我们的家庭。 当时大家只是以为何超连的生育意愿强烈,没想到他疑似已经怀病了。 5月9日是何超连32岁的生日,和以往的生日一样,何超连在社交平台分享了生日照片和视频。 大婚才过去20天,他却面目全非,鼻子变大了,脸变圆润了,连身材都变得厚了一圈。 他穿着备带裤,肚子部分有隆起的感觉。 总之何超连的样子,毫无婚礼时候的小巧,精致。 很多人猜测他怀孕了,应该有几个月了,再看其他照片也有怀孕的痕迹。 其中两张照片他故意遮住了自己的身子,直露出笑脸。 看起来元气满满,但是也抵挡不住他脸部的圆润。 还有一张照片他故意露出了肚子,圆滚滚的,说怀孕几个月一点也不为过。 另一张侧面的照片就更明显了,鼓起的肚子,丰满了胸部,妥妥的孕妇即时感。 在何超连的生日视频中就更明显了,他穿着宽松的裤子和白色T恤。 这件T恤在肚子部分,有个褶皱设计,依然能感觉到他微微隆起的腹部。 他穿着背带裤,做着切蛋糕的样子,已经有不少妈妈味道了。 其实不只是生日动态,5月8日,何超连分享了一个种草香水的广告食品。 他穿着白衬衫,整个人胖了一圈,红光满面。 评论区也有不少人猜测他,怀孕了。 同样是穿白衬衫,何超连在三月份发的视频里,却是完全不同的感觉。 他的脸部精致,整个人看起来很瘦削。 还有一个迹象是,何超连往年的生日都非常精致,今年的却显得有些潦草。 正如他文案里说的,这个生日过了又好像没过。 或许是因为怀孕了,无法大张旗鼓的伴,才会有这种感觉吧。 翻看何超连之前的生日分享,那才是附加千金该有的生日画面。 2019年的生日,何超连穿着性感的礼服裙,精心打扮了一番。 他面前的台面有鲜花,有蛋糕,简单又不是奢华。 他还和自己好友们合照,满满的幸福感。 2020年的生日,他也发了一组写真,穿着牛仔套装,小白鞋,低调又少女。 2021年的生日,阵仗非常大,何超连不仅戴着价值连城的翡翠项链,还晒出了和朋友们的大合照。 看得出何超连每年的生日都不简单,除了礼物和生日蛋糕,和朋友们的聚会是少不了的。 再看今天的生日,何超连没有漂亮的写真,没有和朋友们的大合照,稍微显得冷清了一些。 有意思的是,连窦霄都没有公开送祝福,看来要低调到底了。 看得出那场婚礼过后,何超连和窦霄有意避开舆论。 窦霄的社交平台除了宣传影视剧以及辟谣之外,没有发布任何与何超连有关的动态。 何超连更新社交平台的频率也降低了很多。 在某书上,他以前经常分享自己的吃喝玩乐日常,现在除了打广告也很少日常分享了。 何超连现在运想十足,或许在办婚礼的时候他就已经有喜了。 虽然何超连的婚礼照片看起来身材纤细,但是要知道,怀孕前几个月不显怀,加上何超连本身就很瘦,修图一下根本看不出来。 何超连怀孕对三方来说是喜事一桩,三方有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。 何超连还未结婚,何游启是个玩咖。 2019年,何游启被曝光,和妻子齐娇有了一个女儿。 随后齐娇又被曝出怀二胎,只可惜二胎依然是个女儿。 三方功亏一篑,长孙的名头还是被何游君摘得。 未能得男孩,2020年齐娇被踢出独王家族。 从孙辈来看,四方虽然只有一个外孙女和一个孙子,但是由了长孙的名号,自然略胜一筹。 大方的孙女和外孙女共有五个,二方有三个,三方只有两个孙女,人丁细薄。 对独王这样的大家族来说,人丁显得格外重要,各方谁能赢到最后,看的也是人丁。 三方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家族企业的经营,但是孙辈越多,所分道的家族资产也越多。 何超连的肚子对三方稳固地位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。 在外孙行列,独王家族还没有一个男丁,如果何超连能带下男孩,必定能为自己在家族扳回一局。 对三方来说,何超连和何超企业都靠不住,何超连才是定粮柱,他有不错的学历,在娱乐圈也如鱼得水。 现在的观众缘也很好,又有逗肖这样的好老公。 何超连虽然是富家千金,但是从小在赌王这样男尊女辈的家庭中成长起来,他骨子里还是个传统女性。 神儿玉女于他来说,是作为妻子应该尽的职责。 当普通女孩拒绝被绑架子宫的时候,何超连还愿意升一个足球队,就是最好的证明。 不过像何超连这样有钱又有颜值的女性,不管升几个都不会吃苦。 祝福他,期待他早日官宣喜讯。 豆硝何超连滑雪被偶遇,南方染黄毛,眉毛褪色,渠道千金,备制好夫妻。 距离豆硝与赌王千金何超连大婚已经过去半个月,两人甜蜜的婚礼仍然让人印象深刻。 近日就有网友分享自己旅行时偶遇豆硝何超连夫妇的动态,引发网友热议。 根据证明博主分享,这张照片是在今年2月份拍下的,当时他在日本捏死口滑雪,从雪场回酒店的公共汽车上偶遇了两口子,看来应该是他们的婚前旅行。 从照片可以看出,豆硝当时染了一头黄毛,贴了寸头,连眉毛都一并漂白,造型相当浅味。 何超连则跟在他身边,抱着滑雪板,露出一张白皙精致的脸蛋。 偶遇的网友都忍不住调侃,当时没认出男的,看清两人的脸,想的是这男的福气不错,女朋友这么好看。 值得一提的是,从前就有网友说豆硝有点壮脸,蟒村李宏伟,这个黄毛造型一出,两人更是相像了。 虽然长相有些蟒,但豆硝的举止还是赢得了偶遇网友的好感。 根据网友描述,豆硝上车后用日语和司机交流了几句,和何超连坐下后,全程有说有笑,小情侣之间甜蜜的氛围感染了整个车厢。 上个月中旬,豆硝和何超连在巴厘岛打婚,全国人民一起见证了这段美好的爱情结出硕果。 婚礼上,豆硝对何超连无微不至处处贴心,不少参加完婚礼的嘉宾都感叹,豆硝亲自策划婚礼,不知现场, 每个细节都让人感动。 其实从豆硝和超连参加的综艺中也能看出,豆硝情绪稳定,温柔,冷静,成熟,总是能给女方正向的情绪价值。 难怪何超连会选择与她共度一生。 比如两人在综艺追星星的人中露营野餐时,豆硝不小心把手烫伤,何超连看到后瞬间慌了,豆硝则迅速采取流水降温处理, 抱好伤口后,转过来安慰何超连自己没事。 再比如当初火遍全网的只有你一个人看到的流星,一心人却关心只有何超连看到流星划过。 当何超连急切询问其他人看到没有时,豆硝俯身悄悄告诉她,是你daddy只有你一个人看到。 那个时候赌王刚去世不久,何超连听到这个回答,想想也知道有多感动和心动。 豆硝和超连恋爱五年修成正果,虽然外界一直有质疑的声音, 但小编相信良人能一直走下去,也祝福新婚良人能遭生贵子在天喜事。